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 寬骨骨折病人服用的骨質疏鬆藥物 可以減低感染肺炎風險 港大醫學院分析15,000多個 在公立醫院求診的寬骨骨折病人臨床紀錄 發現服用治療骨質疏鬆的雙輪酸鹽類藥物患者 患肺炎的機率比沒有食藥的患者低能乘4 有食藥的患者因為肺炎死亡的風險 比沒有食藥的患者減少三成半